歡迎來到聽說動物 我是鯊魚 這就是鯊魚聽說有什麼動物的事情呢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動物就是海星 那世界上最有名的海星是誰 應該不用我說了吧 就是一個粉紅色的海星 然後有穿褲子的 就是派大星 對 那派大星的話呢 它是海星的事情 其實我到很後來才意識到 就我一直都只是把它當成一個 就是當成派大星 沒有把它當成是一個海星 然後其實我覺得海綿寶寶作者蠻有趣的 就是他都故意找那個沒有大腦的生物來當主角 我覺得非常的可愛 那派大星就是他不是住在那個石頭下面嗎 就大概也是作者安排 為了讓他感覺很像海星的一個做法 那海星的話呢 就是他們是一種星形的雞皮動物 所以的確就是派大星他的身體 也是一個星星的形狀 雖然說他的五隻 五隻管足 就是比如說他的尖頭的部分 跟四隻腳部分 並不是一樣的長 但是好歹就是派大星 他也是有五個尖尖的 然後形狀看起來是星形 那海星的話呢 其實分布還蠻廣的 就是在世界上所有海洋的海床上面 都可以發現海星 當然是不同種類的海星 不過從就是溫暖的熱帶地區啊 到非常寒冷的極地地區 都可以找到海星的存在 然後就算是潮間帶啊 或者是深海 比如說六千公尺以下的海 底下也是有可能會有海星的 那海星是無脊椎的動物嘛 通常看到海星的時候呢 會第一個最大的印象就是 他們有五個手臂的感覺 然後呢 中間呢 通常會有一個中央的圓盤 那通常呢 是五個手臂沒錯 但是也有一些海星 是有比較多的手的 那海星的腹部的話呢 上面主要是光滑的 那下面就是他嘴巴 大家應該也知道 那海星的皮膚呢 其實是通常是有一些是顆粒狀的 那也有一些是整個光滑的 也有一些海星上面有很多的刺 或者是呢 他們是有很多一塊一塊板子 這樣子重疊在一起 有點像鱗片的方式 但它可能是板子 然後互相重疊 變成一個堅硬的外殼 那很多海星呢 都有很多漂亮的顏色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會 還蠻喜歡海星這個東西 比如說在海生館的時候 通常剛進去那種 可以摸的池子裡面 通常都會出現海星 那海星因為顏色很鮮豔的關係 所以也蠻受到各種 大人小朋友觀光客的喜愛 這也是為什麼他們會被挑選 放在這個門口的水池裡面 那很多海星的話 可能會是紅色啊 橙色 這算是最常出現的顏色 所以說派大星的粉紅色 也算是蠻常見的一個顏色 那其他的物種啊 也有藍色灰色或者是 咖啡色的海星都有 那海星的這個五隻腳呢 簡單來說的話就是 是管組啦 然後這個管組的話 是由液壓系統去操作的 那嘴巴的話就是在剛剛說 中央圓盤的這個下面的中間 那海星吃東西的話呢 是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海星不是那麼容易移動嘛 所以他們其實是比較像是 隨機的去捕食 所以被科學家稱為是 叫做機會主義式的捕食者 因為他們其實不會就是說 看到那邊有獵物 然後衝過去咬它這樣子 海星沒辦法那麼容易移動 所以它通常是 可能待在比較固定的位置 然後附近有一些好吃的東西 漂流過去的時候 它就會趕快抓緊機會 然後去吃這樣子 所以被稱為是 機會主義的一個捕食者 那其實他們還有一些 特殊的射食方式 但是是不同的 海星不一定會有的 那海星他們其實是 從很久很久以前 就存在的動物了 那如果是化石紀錄的話 最早的可以追溯到 4.5億年前的奧陶祭 所以海星也算是 跟恐龍同個時代 就存在的一種生物了 但是海星的化石紀錄 確認沒有很多 原因是因為海星 它的身體組成的關係 所以通常一死掉之後 很快身體就解體了 就沒有很容易被留下來 那他們的這個遺骸 就是沒有很容易留下來的關係 所以沒辦法對古代的海星 有更多更多的研究 但是呢就是海星他們這個 星形的形狀 其實是對人類來說 非常的迷人的 所以說人類其實從很早以前 就開始關注海星這種生物 那海星的話呢 雖然感覺好像就是 默默的待在角落 然後或是說像 給你這種派大星一樣 蠢蠢的沒有什麼用處的印象 但是呢海星在一些地方 其實是扮演的關鍵的物種角色 那在生態學當中 會被認為是關鍵物種 是因為他們雖然是很小 但是卻可以有很大很大的影響力 就是說可能它種類數也不多 然後平常也是靜靜待在那邊 可是卻可以有很大的 對環境有很大的影響力 但有的時候這個影響力不是 不是相當的樂觀 對生態不是相當樂觀 那原因就是因為他們 有一些海星 他們發展的非常的旺盛 像是就是熱帶籍貫海星啊 就是一種非常非常 非常狂吃東西的一種海星 然後他們就是分佈在 印度的太平洋地區 然後在那個地方的話 就是他們會狂吃珊瑚 所以說被認為是就是 是認為是這個最嚴重的 入侵物種之一 是直接被 就是直接被人家 直接被人家貼上標籤說 就是這個海星 就是這個北太平洋海星 是世界上一百種最嚴重的 入侵物種 就代表說 他們真的是很嚴重的外來種 然後影響非常的強大 是可以被列入世界上 前一百種的這個名單裡面 那也是 那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說呢 小小的海星呢 看起來靜靜待在那邊 但是千萬不可以小看他們 他們也是可以成為非常 優勢的這個入侵物種 那剛剛講到說 大部分的海星都是五個手 就是是星星的形狀 但是其實六七條手臂的海星 也算是蠻常見的 那另外呢 有更多更多的手的海星 也有到十到十五條的手臂 那最多最多的海星呢 可以有五十隻手 所以看起來就是一個 超級放射狀的 一個手臂的形狀 那海星的話呢 他們是 身體裡面是沒有血液的 所以說呢 在他們的身體裡面 其實是有一個 抑壓系統 然後這個抑壓系統 其實就是充滿液體的一個 在身體裡面的網絡 然後呢 它可以幫助就是 有通過液體 通過這個系統的時候 就可以去推動 它的管足移動 不管是平常運動 就是比如說海星移動啊 或者是他們要黏在一些地方 不要被沖走 或者是他們吃食物的時候 然後還有氣體交換的時候 呼吸的時候 都必須要靠這個 必須要靠這個抑壓系統 來生存 所以說這個抑壓系統 是海星身體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系統 讓他們可以 不只是呼吸啊 然後還可以走路啊 等等的 然後吃東西啊也是 就是都需要靠這個抑壓系統 那海星的話呢 他們其實在狩獵 或是處於危險當中的時候呢 他們會進行就是真正意義上的爬行 所以一般大家應該不太有機會可以看到海星移動 但是如果海星真的遇到危險的時候 他們是會爬的喔 就是 海星他們爬行的時候非常的酷是 有一些手臂會被拿來當成前手臂 然後有一些手臂可能會變成後手臂 就是一般動物不是都有前腳跟後腳嗎 但海星一般來說都是爬在那邊 躺在那邊 所以 他的五隻腳是呈現一個漂亮的星星形狀展開嘛 但是就是在遇到這個危險的時候 他們的手就是會 可能其中兩隻手就開始往前抓 然後後面三隻手就是留在後面當後腳這樣子 所以是可以就是自由分配的感覺 但海星就算是這樣子很努力的爬行 還是沒有辦法快速的去移動 那 比較普通的速度 大概一分鐘就是可以移動15公分這樣子 對 所以海星就是移動也是非常困難 因為你要想看剛剛講液牙系統 就是 並不是 非常適合用來運動的一個系統 主要只能幫助一些比較簡單的移動這樣子 而已 所以說不可以太 不可以太就是高估海星的移動能力 但是也有一些海星算是可以比較快速移動 就是可能他的腳上有一些比較好用的吸盤等等的 所以說 呃 他們就是這種海星就比較會移動這樣子 但是其他的海星的話呢 大部分通常是移動比較困難一些 所以 呃 一分鐘15公分算是 比較合理的一個數據這樣 那海星吃東西其實是非常酷的 就是因為他的嘴巴不是就是位於他的那個 海星的中心的下方嗎 所以說他吃東西的時候就是要 必須只能吃下面就是身體下面的東西 然後他的這個嘴巴其實是被一個堅硬的東西包圍住 所以可以保護他的嘴巴 那嘴巴本身的話是用擴躍肌來封閉的 那他的食道非常的短嘛 因為可以看到他海星是扁扁的 所以說他食道其實是超短 然後呃通常是直接食用胃去收縮 因為他不太需要很長的一段路去擠壓這些食物 把它運送到胃 所以通常就是直接胃直接去收縮 這樣就可以吃東西了 那海星的話 呃原始的海星其實就是直接 用下面的嘴巴把它獵物直接吃下去 然後在身體裡面去消化 但是有一些比較酷的海星 然後呃 剛剛還沒講完就是 他吃下去之後如果裡面有一些 比如說硬殼啊等等的東西 他就會在從嘴巴裡面把它吐出來 對 但是在就是更高級的海星物種裡面的話 有一些海星他們的身體是可以外翻出來 然後在身體的外面來吞食食物的 那這個想法很簡單吧 就是因為你看海星的身體啊 其實就是這樣扁扁的 也沒有什麼空間 假如說今天他真的吃了一個比較大的東西 他身體不就被塞爆嗎 所以說他就是會把自己的身體外翻到外面來吃東西 就是把胃搬到身體的外面來吃 然後吃完之後 消化完之後變小之後再把它縮回去 所以是非常的方便 這樣子的話 海星啊他們就可以吃到 比自己身體更大的一些食物也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這個的話就是需要比較高級的海星才有 不是所有的海星都可以有這個酷酷的功能 那海星的話他們吃比較大的食物就是可能會吃一些 像是蛤蜊啊牡蜊啊節肢動物或是一些小魚 跟蛤蜊蜊類的軟體動物 但是有一些海星不是純粹的肉食主義 有一些海星呢他們也會吃一些藻類 或者是有機的碎屑來補充他們的營養的均衡 那也有一些海星是只吃草的海星 那只吃草的素食海星的話呢 就是會將他們在水中的一些食物顆粒去黏在他們的身上 然後再靠著他們手上的一些鮮毛 然後慢慢的把它從 比如說從海星的比較尖端的地方這樣子掃掃掃掃掃 然後掃到靠近嘴巴的地方再把它吃下去 那海星雖然沒有感覺沒有什麼很明確的感官 但是呢他們其實對觸覺啊光線啊溫度方向 還有周圍水的狀態都非常的敏感 那他們的這些管足啊 尤其是就是他們的這個手臂的這個尖端的地方 是對化學物質也很敏感 然後食物的氣味他們也能夠很精準的捕捉到附近有沒有 或是在哪個方向 那其實有人會覺得海星沒有眼睛 但是其實海星的眼睛呢 就長在他們的每個手臂的末端 但他們這個手臂末端的眼睛啊 其實不能算是完全是眼睛啊 但是就是它是眼點 然後這個眼點的話大概是由80到200個 就是簡單的單眼所組成的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看到很精準的畫面 但是他們可以很敏感的感受到光的反應 那在他們的眼睛的外面呢 那在他們的眼睛的外面呢 又有一層角質層去保護 讓他們可以保護單眼 又可以就是用這個角質層來聚焦光線 那海星的話呢 如果你把它全部的手的末端都蓋住 就是故意讓它看不到的話 你可能會以為它已經看不到了 但是其實有一些海星 其實蠻多的海星都還是有單獨的感光細胞 然後隱藏在他們身體的其他部位 所以說就算你把海星的每一個五隻手 全部都蓋住的話呢 還是有可能它從其他的身體當中 其他的感光部位感受到就是你在附近 或是感受到其他的就是 可以得到其他視覺方面的資訊 那海星雖然沒有一個集中的大腦 跟我們一樣這樣子的大腦 但是它有一個蠻複雜的神經系統 那它的神經系統的話 主要是一個神經環的形狀 然後圍繞在它嘴巴周邊 然後再去延伸到它的每一隻手上面 對 那這個環狀神經的話 其實是有感覺神經跟運動神經之分的 所以還算是厲害 對 還算是厲害 雖然它沒有大腦 但是還算是厲害 那海星的繁殖呢 海星其實是可以有性生殖 也可以無性生殖的生物 那大多數的海星都是可以有性生殖的 那它們就是會有單獨的雄性海星跟雌性海星 但是呢如果你想要去海生館 然後為難那個工作人員說 告訴我哪一隻是雄性海星 哪一隻是雌性海星的話 它應該會很頭痛 因為雄性和雌性和雌性的海星是沒有辦法從視覺的外觀去辨認的 因為看不到它們的就是它們沒有外部的生殖器 那在產卵的時候呢 它們才比較容易可以去分辨說 喔那個在產卵的當然就是很明顯是雌性 對但是有一些海星的話呢 它也可以同時是雌雄同體的 就是代表說它可以產生卵子也可以產生精子嘛 那有一些物種甚至是同一個性線 它就可以產生出卵子跟精子 對剛剛前面講說就是雌雄同體 有可能是它的兩個不同的性線 一個會產生卵子一個會產生精子 但是也有就是連同一個性線都可以同時產出卵子和精子 那就會非常的苦 對那有一些的話呢 是它一開始是以雄性開始生活 然後隨著年齡的增長會轉變成雌性 對然後也有就是另外一種海星 海星是一個很大的雌性的海星可以分裂成兩半 然後分裂出來的那個海星就會變成是雄性 對就是非常神奇 海星的生態就是這樣非常的神奇 那海星它們就是大部分的生殖方式 就是說喔把卵子跟精子就是放到海水裡面漂浮 就跟很多魚一樣 讓它們就是自由的去結合這樣子 浮游的方式去結合 然後所以這個時候如果這種的海星它們孵化之後呢 其實它們就是變成這個漂流的海星 流浪的海星 然後它們就是直接去吃浮游的一些東西來當做營養 但是如果是有另外一種方式是有一些雌性的海星是會進行孵蛋的 孵蛋非常的酷吧 孵蛋就是說它們會把這個卵放在它們的身體下面 然後簡單的去包裹它們 對就是你可能會看到海星它五隻腳就是黏在地上 但是中間的地方隆起 那它很有可能下面其實是在孵蛋 然後或者是有一些海星其實是有專門的可以孵蛋的結構 就是它的腹腔可能有一些像是口袋就是有點像袋鼠的感覺 但是它是海星 喔比較像海馬啊 對就是它有一個小小的育卵帶這樣子可以使用 就是這都是看不同的海星有不同的狀況 那其實通常呢就是 呃就是直接把卵子 卵跟精子直接放到外面的這種 這種海星其實它們通常是生存在熱帶 那因為附近的這個食物很多 海水裡面漂流的食物很多很營養 所以說就算它們把這些 呃它們的卵就是直接釋放到海水裡面 它們孵化之後呢也很容易可以找到食物可以吃 但是如果是在棋地啊或是深海 這種呃感覺很難吃到食物的地方的話 不利於幼蟲長大 那可能海星就會比較容易演化成是會需要育兒 然後可能會把它藏在它身體底下保護它 然後或者是呢可以讓它有育嬰帶這樣子的一種方式 那如果是這種這種方式的海星的話 它們孵化出來之後就不會 就不用直接就是自己面對整個人生 就它可以就是可能會先吃一些別的卵來當成 就是可能先孵化就會把別的卵吃掉來當自己的營養 對或者是就是可能它會有一些蛋黃 就是可以當作自己的營養 所以它一孵化的時候就會直接變成是一個小海星的樣子 等於說它的成長階段跳得比較快 大概是這樣子的感覺 那剛剛講說就是這個海星它就是如果它是使用這種 比較有育兒的方式它孵出來很快就會直接 可能會直接變成小小的海星 那會這樣講的原因就是因為一般的海星 它小時候並不是長個星星的形狀 對就是一般的海星它小時候 雖然說還是符合這種雙側對稱的構造 但是小時候的海星呢其實是長條形的 對然後它慢慢長大之後才會開始就是衍生出它的那個酷酷的手臂 然後變成海星的形狀 所以海星小的時候呢其實是 呃長長的如果你在海裡遇到的話 你可能完全不會發現它是海星 對因為它長的並不像 那那你可能很好奇說這個海星它們到繁殖季節的時候 要怎麼知道就是要怎麼如果海星它們都不太移動 不像是魚可能還會聚集到一個地方 那它們要怎麼知道說 欸現在到了繁殖季節然後又要開始 呃就是可能雄性要開始釋放精子 磁性要開始釋放卵 其實很酷的事情是它們會有一些神秘的訊號 就是第一個產卵的海星它就可能會釋放出一個訊號 就是告訴大家就是它這個訊號就是象徵著 我們海星的繁殖季來啦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所以呢其他的海星就會接收到這個訊號 然後開始聚集然後開始大家都去釋放它們的精子或是卵子 所以可能就會有一些比較一群的海星聚集在這邊 然後它們就會去釋放它們的精子跟卵子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增加它們的這個卵的受精的機率 所以是還蠻酷的 那海星也是可以無性繁殖的對吧 所以呢海星無性繁殖是怎麼回事 其實是它們的這個中央盤可以進行一個裂變 所以有的時候可能是 呃或者是它可能斷了一條 把它的手臂斷一條下來 然後它手臂斷一條下來之後 不是有一條手臂是很粗的嗎 那就是它只剩下一條手臂的狀況之下 它有可能會從那一條手臂然後另外再長出四隻手 那實在看起來就很好笑就是會有一隻是原本的大手 是很粗的 然後後面又長出四隻細細的手 但是它漸漸的就會變成正常海星的樣子 對只是它說它會就是把自己的身體就是自體切割一塊下來 然後那一塊就是會再長成一個新的海星 這樣子的話就會是進行一個無性生子的狀態 所以是還蠻可愛的 我覺得就是有一隻手臂然後就長出一整個海星 對那就是這個是無性生子的部分 但是其實除了無性生子之外呢 如果海星它不小心斷掉一隻手 剛剛那個裂變是它刻意去把它的手斷掉一隻 然後讓那一隻手臂長成一個新的海星 但是其實它們如果是自己不小心海星的手斷掉的話 也是可以在一定的時間內有可能再長出一個新的海星 但是這個再生能力啊並不是所有的海星都有 有一些種類的海星是可以完全長出一個 長出一個完整的跟原本長得一模一樣的 有一些長出來的就會長得有點跟原本的手有一點不像 或者是可能會有一些地方有一點分離的感覺 對但是海星它失去手臂的時候是有點危險的 不是像蜥蜴斷尾這樣這麼輕鬆 因為海星失去手臂的時候有可能會容易有細菌感染狀況 對所以說就是會有一點危險 但是海星在遇到危險逃跑的時候呢 也是可以主動的脫落 那今天的聽說動物就到這邊結束了 再次感謝訂閱贊助的會員 ZZZ 水眼秋生 XXX 黑母湯 毛毛 黑猿 傑森 傑森 還有帶領男子 那希望我其他有意願繼續支持沙里創作的朋友 在下面找到Patreon的連結裡面有不同的會員等 請要不用付給大家參考 那也可以去多多的把聽說動物的節目分享 支持得更多你喜歡動物的朋友 然後呢也可以在這個podcast幫我留心心寫下評論 會在有留言區地方留言給我 那也可以去收聽我的另外兩個podcast 其中一個是鯊魚 會用10分鐘的時間跟大家分享 國際新聞新資訊 另外一個話呢是女友神聚不理心琵琶 會有時間比較長的一些內容 那就希望這個聽說動物 可以繼續在每週五跟大家相見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